十六哥那你有曾經經歷過就是走在路上被路人罵嗎 我有啊有 真的嗎 有嗎 說罵什麼 罵髒 啊為什麼 那時候你還沒紅嗎還是已經紅了 我已經紅過然後又不很紅 不會紅這樣 是哪一個階段 然後有一段時間常常喝酒啊那個時間 哦就很久以前了 然後咧你有跟他回罵嗎 沒有沒有沒有 就默默就離開了 我很痛苦然後回家問什麼他要罵我 佛家有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有人說最好的好人都是犯過錯的過來人 張學友素來被大家稱作好好先生 郭富城更曾說他是娛樂圈最後一個好人 然而好人也有犯錯的時候 張學友其實有段荒唐的過去 今天就一起來看看 他如何一步步翻新自己登上歌神寶座 像有育科嗯到那個時候我也知道自己 呃 不是讀書的材料這樣那那我要我知道 我要要到社會去工作那那我 我是很害羞的就是很怕 然後我就想說我這樣子怎麼去工作呢 那我就想說哦找一個方法去把自己膽子 呃練練大一點那我去選擇比賽 果然是上台真的會抖抖得很厲害 抖抖抖然後呃 我第一次第一次比賽在學校的得了一個 亞軍這樣 往事曾問你 何有預備 有日我把此生去 來何來問你 因我心裡 其實已經在此醉 張學友1984年參加全港十八區歌唱比賽 打敗五萬多名對手後 與當時全球唱片界中 最具影響力的保利金簽約 作為新人他極度幸運 受到保利金眷顧 專輯一張張的出 演唱會議長長的開 更被金牌經紀人陳自強看中 為未來的電影發展打下良好基礎 我說你屁股鬼啊 沒有吃你吃啊 沒有鮑魚你吃啊 是沒有冷氣而已 這麼多話說做什麼 照我話事啊 你吃只鮑魚的而已 不是你的女婿說你喜歡吃堅鮑魚 我不會給你吃 早知道你這麼老套啊 吃鮑魚 吃屍啊你 我愛你 我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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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確的確的 最愛你愛你愛你 我 LOVE ME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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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愛你 拍摄的片场 都可以看到他沉迷于酒精的模样 这让罗美威最终受不了 决定和他分手 喝酒无事 被试验 爱情打击的他负面传闻不断 在兰桂房被歌迷认出后出手打人 最后大闹朋友婚礼 也因为这样 他续酒闹事的形象已深入人心 连在梅艳芳的生日会上 张学又只是在寿星脸上抹蛋糕 都被传成罪到不知分寸 乱砸蛋糕 这让他开始反思自己这一年来的所作所为 更有传言 当时罗美威透过朋友传话 只要他戒酒 就考虑回到他身边 黑暗中的曙光出现 张学又决定改变 上天不复苦心人 他不仅成功戒酒 与罗美威复合 隔年更迎来事业第二春 除了与刘德华 郭富城 黎明并称四大天王 1993年的国语专辑吻别 更打破多个地方的唱片销量纪录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他获得了歌神封号 只是他本人并不喜欢这称呼 曾戏称歌神的神是神经病的神 暗喻自己对音乐的热情与痴狂 华人圈过去曾流行这样一句话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小姐的歌声 有风吹过的地方就有张学又先生的音乐回荡 歌神的音乐影响力确实无远不见 像2018年曾发生剑去世 他当时在中国大陆进行巡演 多个地区的警察透过人脸辨识系统 发现数十名逃犯入场观赏 并在演唱会结束后逮捕他们 北京警方为此还在微博喊话 要张学友多开演唱会呢 所以你是四大天王当中最早结婚了 我最早结婚 你看 你看 郭富城到现在不结婚 有点快才刚刚结婚生小孩 有点快才刚刚生小孩那么小 还要去带你带小孩去幼稚园面试 这些事我早就做过了 你早做几十年都忘记了 在我最潦倒的时候 我看到了美美对我的真爱 遇到她之前从未想过结婚 娶她之后就不会再去后悔 只愿意升职爱艺人 1996年 结束十年的爱情长炮 她与罗美威步入婚姻 女方婚后依然退出演艺圈 成为张学友背后最伟大的女人 不能离开家很久 你即使演唱会也是只有几天 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坐飞机再赶来再赶去 我很想清清楚楚的 看到他们 清清楚的它是怎样 变成怎样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然后很想了解 我算是一个很好奇的人 张学友注重家庭多过于事业 相当保护老婆与两个女儿 对媒体偷拍家人的行径深恶痛绝 2006年 她发现被辞退的飞拥 离开家时竟把他们家的私照与私信 放在手袋里 于是决定报警处理 或许有人认为张学友小题大做 但她是这样说的 我不明白她的动机 但事件令家人受到威胁 作为家里的男人 太太的丈夫 小朋友的父亲 为保障家人的安全 唯有责任报警处理 家是爱的聚集地 有爱才有家 歌神之所以为歌神 不只在她的事业成功 还有她对家庭的重视 就连60岁生日 她也只想要家人陪在一旁 简简单单就足够了 在充满诱惑的演艺圈中 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存在 爸爸他们会长大 我知道 我懂了 你懂了 真的懂 时间有泪 充满泪 充满泪 请请念及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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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